这个意大利分城跟中国比起来 其实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交通方面它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机场也没有全部关闭 有部分航班还是可以起飞或落地的 敏郎市内的地铁和公交车 电车也还是跟平常一样都在运行着 我们都积极地做好自我宣传 特别是在一些微信群里面 侨胞之间也是互相分享这种疫情的信息 侨胞比如没有口罩的 我们就在那里免费地给那些侨胞送过去 发生区总共有发生企业 590几家 大家第二天就不约而同的光门停业 我们米南华侨华人都纷纷地捐款捐物 又来购买医疗物资捐助给当地的传染病医院 因为在意大利的时候 我们的员工在家里休息还是要发工资的 所以意大利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政策出来 这个经济上面肯定是有损失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想的 我们现在要想的怎么样做好防范措施 做好这些工作 因为中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防范措施 也很好的一个例子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人 我们做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